出爐的V胖 香味四溢 加入麥芽糖 快速攪拌混合 不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攪拌 就是好吃的飽咪胖 这个飽咪胖很好吃 甜甜的有芝麻 体验飽咪胖的乐趣与美味 最终还是要带孩子了解台湾好米 孩子透过实际观察各类古物 学习全古杂粮类 与在地有更深的连结 像这个全古杂粮里面有一个 比较特有种的 就是我们的台湾梨 它已经被证实为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 我们可以就是让孩子们去认识 藉由这些就是师农教育 午餐教育的举办 然后让孩子对这块土地有多一点的连结 古类的种类真的好多 小朋友产生兴趣 学到不同米古作物的分类和辩论方式 今天学到什么是 五谷杂粮类有桥麦有白米有黑豆有日豆都是很营养 饮食教育落实在生活实现均衡饮食的健康目标 学校营养师非常用心的规划这个五谷杂粮的课程 那老师呢也很愿意用一个具体的情境 让小朋友来了解我们五谷杂粮的一个生长过程 然后再加上农粮署给的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资源 我想今天的学习的历程是非常的成功的 农粮署副分署长也特别到场与孩子们同乐 共同推动台湾好米 农业部非常重视小朋友们的一个食农教育 所以在111年5月食农教育法通过了之后 我们的食农教育的计划在进行 那这一次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基隆的米股工会 那在基隆找了六间的学校来办理我们的一个米食体验 让小朋友认识我们在地的台湾好米 学校将持续推动食农教育 让孩子透过健康的饮食 确保永续的健康状态 进而主动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